大家好,欢迎来到周杰Trader 今天来聊聊马上迎进的美国总统大选 还有他对金融市场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们现在马上接近还有上个礼拜就要接近总统大选 美国总统大选 那这将会影响金融市场 这几个方面影响 第一个就是Trump Trade or Kamala Trade 所以从交易的角度来说 我们要先去部署特朗普的交易 或者是Kamala的交易 那从总体来说 如果Trump获胜的话 那么可能相对来说 整个市场会更加会有一些风险 黄金会比较强势 比特币会比较强势等等 传统的能源军工会比较强势 也就是这些老金主 就是Trump共和党背后的这些老金主的一些支持 那么这些股票的板块也会表现得比较良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wing State Map 我其实对比了几家的POL数据 我觉得比较直观 而且比较理性的数据是这个 因为当然我们可以去看不同的一些Data 我们包括有这个538.com 它也是一个美国比较知名的一个投票的网站 但是它是Right Wing 也就是ABC News的 所以会有一些偏颇 其实我们也看现在美国这一次的大选 非常可能呈现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我认为 那个Trump的获胜概率在不断增加 那Kamala可能最后是一个National Poll Winner 也就是从普选的总票数来说领先 但是在因为美国的选举的规则制度下面 你即便赢得National Poll 你仍然不是美国总统 你需要去赢得所谓的摇摆州 Swing State 那么其中要去取得 一个所谓的Electoral Votes 你要获得所谓的选举人票 那么并且到达一定的票数 你才能够成为美国总统 所以并不是说你拥有足够的获选的票 你就能够成为美国总统 这个就像2016年一样 你当时的西拉里 是获得了National Poll的Leading 它是领先的 但是因为它的Electoral Vote 是逊于这个Trump 也就是在摇摆州里面 Trump的表现更加良好 在这个情况下 Trump获得了足够的所谓的选举人票 然后自动成为了美国总统 好 那这个其实可以看到这个表良子 蓝色是Democrat 红色是Trump 那我认为这一次比较可能呈现的情况 就是重现2016年的局势 就是Harris获选National Poll Trump获得这个Electoral Vote 所以最终还是Trump获得一个胜选 如果前提是这个Democrat 民主党没有去搞怪 或者是去选举舞弊的情况下 那我未来会做一些视频来讲一讲 选举可以怎么样舞弊 其实有专门的论文去研究这个事情 那不要大家就是说 不是说阴谋论 我都尽量拿出图表跟数据给大家看 好 那我们从这个Current Polling可以看到 Harris是226票 现在那就是蓝色的这些州 146票跟57票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对应的 WA CA California Orlando等等 还有这些地方 这些蓝色的区域 有浅蓝跟深蓝 也就是根据它的货票数 跟货票比例来去标记它的颜色 我们可以看到 红色的地方是比较多的 浅红跟深红的地方是比较多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Trump现在一共拿到了是246个Toral Vote 那Harris拿到了226张 这个就是National Vote 好 所以从总体来看 其实还有黄色州 这几个黄色州 将会决定最终这个选票的一个数据跟结果 那我认为啦 最终当然还是黑人群体 谁获得了黑人群体 谁就能够获得这次大选的胜票 那你可以看到现在的分布来看呢 蓝州的的确确 相对来说是被红州 也比较去压过去了 然后当然黄色的地方 是悬而未决的 Pansylvania 还有Miami之类的 North Carolina 这些地方相对的来说 是接下来的兵家的必争之地 我们可以看到 Winsconsin 就是WI 它是10个Electoral Vote 好 然后现在是属于胶着的情况 Pansylvania 19个Volt 那现在也是胶着 Michigan15张 Toss Up 然后Arizona 也是令G.O.P.比较轻微的去 偏向这个 这个相对来说 你看Arizona 现在是比较偏向共和党 其实总体来看 就是红州 现在毕竟已经拿到 246张Electoral Vote 相对来说比较好 我觉得看这个比较好 因为你很多的民调数据 会采用一些 比如说 Who's favor whom 谁比较喜欢谁 或者是这种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这些数据 因为最终决定美国选举的 不是谁更喜欢谁 而是最终选举的决定权 其实是在Electoral Vote 所以你要去看很多的这些数据 其实还是在浪费时间 那我们现在其实主要就是看这几个州 这几个州 这五大州之间的这种情况 那我们会得出未来的一个选举的结果 Pennsylvania Nevada Wisconsin Michigan North Carolina 所以这几个 这几个州会决定最终总统大选的走向 那现在当然主流媒体喜欢去说 这个National Vote的这事情 或者喜欢讲民调 这其实也是媒体用的一种战术 因为媒体用这种战术的话 其实是会让你觉得说 现在民主党去领签 然后更愿意出来去投票之类的 但是Anyway 最终还是Swing Vote 而不是看National Vote 这个我一直强调很多遍 所以现在这个时代 你看主流媒体一定要小心 好那其实民主党也很多 我重复说过很多次嘛 民主党的政策 我说过民主党是什么 打关税的 这个其实他们指责选Trump的人 就是选择了关税 事实上他们完全保留了 95%的保留了Trump时期的这些关税 跟这些制裁性的政策 那如果既然他们不想要这些制裁 或者不想要这些关税的话 那是否民主党应该现在作为执政党 不是很轻易的就可以取消掉这些政策吗 那为什么他们不取消 其实反过来就是说 现在的情况就是 其实民主党自己也知道自己理亏 所以他在整运用整个舆论机器的时候 包括现在几个投资大佬 其实都已经跳出来 包括Stanley, Drunk, Miller 这些传奇的Hedge Fund Manager 对用基金 其实都跳出来指责了民主党的一个虚伪之处 对吗 你既然指责选择了Trump就选择了选择关税 发动贸易战 那是否你就现在就把这个关税的政策取消掉 不要双重标准 那其实民主党很多时候这个时候 其实Kamala在上台的时候 他过去的一个履历跟背景 其实只是一个California的一个DA 那他是一个检察官 他作为一个检察官的位置 他是一个律师 所以他比较主动在移民之类的一些议题 但经济方面 还有其他地缘政治方面 真的不是他的强项 因为所以对他来说 你会发现从这几个辩论里面 你会发现他其实对国际经济跟政治 他的理解能力跟了解能力 跟熟悉程度非常的低 所以他的整体的政策框架 也基本上是照搬拜登时期的总路线跟政策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会能理解为什么现在的voter 不太倾向于去投Kamala 因为Kamala真的没有提出任何原创的一些政见 那接下来看一下这个赌盘 是全世界最大的赌盘 Polimarket 现在可以看到Presidential的一个winner 这一个赌盘是有将近21亿美金 2.1 billion的一个资金压在里面 那当然有些人会说看赌盘是不准 那我觉得大家去作为一个参考 对不对 你可以看参考的一个摇摆周数据 然后你再去参考一下Polimarket的数据 对吧 你不是 就是你都可以参考嘛 不要去说只参考某个数据 不参考某个数据嘛 那 现在来看其实 Trump Vote 就是说去压住Trump上面的 是接近60.5%的人 那压住Kamala的 不到40%人 那把这些资金压上去 从Volume来讲 也是很大的一个区别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赌盘 应该来说是足够的大了 然后也有很多人在这边去评论 发布一些帖子 所以其实蛮活跃的 然后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那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一下这个 接下来这个Trump的 这个总统大选对全球的一些影响 那我相信 Trump还是会沿用之前的关税的政策 然后地缘政治上面应该稍微来说 他比较能够震住场面 他能够对中东地区 能够对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是非常轻Trump的 能够很快的比较达成一致 然后在尤其是亚洲的地方 能够施加比现在更大的一些影响力 那么在俄乌战争的战场上 也比较期待Trump会怎么样去跟 去跟Russia去谈 当然这场战争还是会 我认为还是持续的推行下去 但是最起码来说 支持的力度可能会比之前更高 那整个金融市场呢 Trump应该会想要一个更弱的美元 跟通过某种形式去施压给Fed 想要让Fed更为快速的降息 但总体来说 一个比较完全的一个执政的策略 其实会更偏向于一个门罗主义 就是先雇美国自身的利益为主 但是传统的利益呢 或者传统美国的亚洲霸主 或者是太平洋霸主的地位 还是会由国会来推动 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那近期随着美国大选临近 大家要注意对中市场的下行风险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 请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然后大家可以和我留言互动 或者加入我们国际社群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